我们坚决反对北约借所谓中国挑战介入亚太事务 构筑亚太版北约 近年来 北约不断突破传统防区和领域 谋求加强与亚太国家军事安全联系 刻意挑动矛盾分歧 鼓吹阵营对抗 制造地区紧张 对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 构成现实挑战和威胁 中国从不认同国强必坝的陈旧思维逻辑 将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庄严再入宪法 将维护世界和平 反对侵略扩张行为 写入国防法 将服务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标定为新时代中国国防的世界意义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亚太是和平发展的热土 不应成为地缘争夺的棋局 我们敦促北约摒弃冷战思维 放下傲慢偏见 客观看待中国发展和内外政策 树立理性对华认知 停止霍乱亚太的危险行径 为欧洲和世界和平稳定 多做些有益的事